中共的中央电视台在12月30日 报道了韩国要取消网络实名制的新闻 随后被大陆网友四处传播 央视随即把自己网站的这段视频删除了 但是新浪上仍有备份 下面请看本台评论员赵培的评论 根据央视的报道 韩国的广播通讯委员会 是向他们的总统李明博 递交了废除网络实名制的具体计划 其中包括立法的改变 逐步的禁止网站收取居民的身份证 那么韩国这么做的主要原因是 网上个人信息被大规模的外泄 那么信息外泄不光发生在韩国 大陆在这个月 CSDN 天涯 人人网 支付宝 京东等知名网站 在这个月都被黑客攻信 超过5000万个用户的账号和密码被公布 也不光是明金 那么作为官方来讲 广东省公安厅出入境的服务网上 400个用户的真实姓名 护照号码等隐私也被黑客公布了 在网络这么不安全的情况下 中共仍然准备把这个微博实名制 推广到五个城市 这种做法是漠视广大网民的利益 那么央视的新闻呢 也删了自己这种微博实名制一巴掌 那么他后来发现不对劲的 也就是可以删除了 我们看到中共对网络的这种严控呢 不光是损害了中国广大网民的这隐私权 也和利益 那么也会损害到中国科技和经济的发展 有网友就认为呢 中共是把中国隔离于下一波的科技浪潮之外 这个是十分有道理的 我们看到中共把谷歌啊 脸书啊等网络公司挡在中国的国门之外 同时也是把创新挡在国门之外 中国公司现在只能跟在外国公司的后面 做山寨版的微博和人人网 而不是融入全球的这个科技浪潮当中 我们看到这个科技浪潮在中国的科技浪潮